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们好,又到原来中医这个时间了, 今天又请回我们之前几集有个嘉宾, 为何再请他回来呢, 因为之前他讲过一些脊柱相关的疾病, 或者四肢的疾病, 收到不少观众电邮打电话进来, 想再讲多些所谓骨折、推拿, 或者其他跟骨有关的痛症, 所以讲多些, 所以我们今天又邀请林医师回来, 林医师你好, 你好,袁医师, 我知道上几集, 你也来过和我们讲过脊柱相关的疾病, 或者四肢的疾病, 我知道你上一集就讲了脊柱相关疾病, 多些了, 今次就想再集中一点, 再讲一讲, 在四肢不同的疾病, 如何去预防, 如何引起, 让多些观众知道如何预防, 对不对? 是的 想问回你, 我们怎么为四肢的疾病呢? 之前我们那一集, 讲一些脊柱相关的疾病, 其实在我们这个骨隔系统里面, 除了我们脊柱之外, 其实我们在这个运动系统里面, 四肢都很重要, 四肢包括我们的手脚, 一些肩膀, 肩甲骨, 都纳入为四肢的部分, 因为四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的部分都不少, 也有多少? 有力重的东西, 有时到处, 我们有时松下肩膀, 或有时会弄傷的东西, 或是会弄傷的东西, 即使用电脑, 紧了手, 按个按钮, 是的, 因为用得多, 便会有容易受伤的机会, 所以其实, 与其受伤, 不如早些预防, 是的,早些预防, 便会个人健康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病, 所谓四肢病, 刚才你提到肩膀和手, 我知道有些经常发生, 有什么网球爪, 如何来到这些位置呢? 会否有些特定的特征呢? 四肢病的特征, 好发于一些, 我们经常要用力的关节, 比如刚才姚医师所说, 比如网球手, 我们的手肘, 会容易出现这些, 运动, 勞损的情况, 肩膀, 譬如肩关节, 因为都常常要负重, 容易会受伤, 那手腕呢? 是的, 好像Daisy刚才所说, 打电脑打得多, 手腕常常动动, 都会容易产生一个勞损的情况, 所以, 一般来说, 如果经常要转动, 活动的关节, 他一般都会容易受伤, 是的, 即是说, 我不动就不会有事了, 是否这样说呢? 相对来说, 不动, 他出现受伤的机会是少一点的, 当然, 有时, 譬如说, 你突然间移动, 你突然间移动, 因为他取得移动的缘故, 即是终于气缘通, 你突然间移动, 都会容易受伤, 但是, 没有可能的事, 不动, 其实, 可能有钱的时候, 我不动, 可以吗? 是的, 有钱的时候, 是的, 说到四肢疾病, 其实, 我们都是, 在西的角度, 就是这些网球爪, 这些名词, 但终于来说, 整体上, 我们, 那个疾病的原因, 在哪裏呢? 这些四肢疾病的发生, 那四肢疾病发生的原因, 其实, 有很多种原因, 刚才说了, 最容易发生的原因, 就是, 我们反复使用的关节, 因为反复使用的缘故, 形成了关节的路线, 即是, 软骨和链骨之间的磨擦, 是, 骨和肌肉连接点, 因为长期收缩的缘故, 发生了劳损, 一些发生了劳损之后的无均性验证, 除了这个活动以外, 那些病理因素, 比如说, 中医所说的陆淫, 外邪的因素, 封岸鼠溢草火, 入侵了这部分的关节, 亦都会产生一些我们的病, 例如, 气血不通, 因为寒邪引起某部分关节的气血不通, 亦都会出现一些疾病, 除了过路和外邪因素以外, 一些受伤的情况都会发生, 例如, 我们逛街或做运动的时候, 因为姿势不正确, 做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 容易引起一些受伤的情况, 例如, 打帮时容易产生碰撞, 碰到膝头或碰到手肘, 或者扭波扭得太厉害, 容易耐发出现, 这些都是受伤的因素, 除此之外, 除了这些, 刚才所说的三点因素之外, 例如, 一些自身体质的因素都很有关系, 例如, 当一个人年纪大了的时候, 肝肾不足, 筋骨衰弱, 如果在这个情况, 他还要做一些很负重性的运动的时候, 他的关节, 承受不了这些运动的负害时, 亦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 所以, 四肢疾病, 总括来说, 都有一个外因和内因的原因, 我想问, 林医师, 是否通常你刚才所说的肝肾不足, 通常我们的肝肾都是肝和肾这两个内臟来引致? 是的, 林医师, 刚才我听你说的, 其实中医发病的原理, 都是不外乎外因内因, 之前我们的其他嘉宾, 或者你之前也说过, 都是血血不足, 勞决等, 不过有时, 我们听到外因, 疯狂鼠湿素火, 我又想起, 有很多病人来看病的时候, 有些人会说, 那些痛就会走来走去的, 有些好像黏黏, 酸酸软软, 又不走, 其实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这些所谓的外邪, 怎样影响到我们呢? 因为我知道痛也有分开, 有些胀痛, 有些是针刺, 有些是走来走去的, 这是不是跟风有关? 风有什么特性? 刚才林医师的例子说得很好, 就是我们中医来说, 外邪之中, 其中风寒湿, 这三个病理因素, 是最经常影响我们的关节, 风寒湿引起关节的问题, 中医都会分别称之为, 因为风引起的行臂, 濕引起的着臂, 还有寒邪引起的痛臂, 三者合称为一个秘病, 是, 总症的病病, 刚才尔医师所提及的一个情况, 属于风寒引起的行臂, 行臂的性质是痛无定处, 走来走去, 所以, 当我们出现这些疼痛的情况, 走来走去的时候, 是一个风寒入侵我们身体的情况, 我们需要留意, 我们究竟有没有那个部位, 受到那些风寒入侵, 譬如说晚上, 我们会没有蓋屁, 某个部位没有蓋屁, 即是一些冷气吹出, 是的,一些冷气吹出, 或是风扇吹出, 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我们的肩膀, 如果有时我们睡觉时, 没有很好地跟我们的肩膀, 做一个遮蓋的动作时, 我们的风寒, 很容易入侵我们的肩膀, 因此我们第二天起床, 便会觉得肩膀很痛, 痛由走来走去, 这是其中一个, 引起我们经常出现肩膀痛的原因, 但林医师, 你所说的痛, 周围走来走去的痛症, 不会有红肿在外面, 即是外表看不到的, 是的, 一般来说, 如果风邪引起的痛, 一般就不会有红肿在外面, 如果有红肿在外面, 我们会叫做热鼻, 这些情况, 在西医来说, 已经有一些炎症在内面, 所以在这些情况, 这个我们叫热鼻, 在其他病例的因素, 例如一些热邪引起, 或身体内有湿热积制, 引起我们留在关节中引起的情况, 所以这个跟风邪有分别, 风特别的特征, 好像走来走去, 没有定位, 有时我们听到老人家说, 这边痛, 那边痛, 周心骨痛, 一想起这些, 通常跟风有关, 对了, 对了, 那刚才你所说, 好像天气一冻, 就会特别影响, 对了, 对了, 为什么天气一冻, 就会引起, 因为寒斜, 其实在冷的天气来说, 特别流行, 当这些寒斜, 入出了我们身体的经历, 就会引起一些痛症, 那种痛的特点是怎样呢, 就是很固定的, 那个位置是不会走来走去的, 而且那种痛, 就是以紧痛为主, 修引性为主, 即是很紧, 拉住拉住拉住, 拉住拉住, 扯住扯住, 那样痛, 那我们其中一个经验, 几常见到的经验, 就好像我们睡在颈, 中医就叫做落枕, 这个情况, 主要都是因为, 譬如说昨天睡觉的时候, 颈部就没有好好做一个遮盖, 那我们的寒斜, 入侵了我们颈部的经历, 因此早上起床, 就发觉, 颈部很紧, 动都动不了, 但是又很痛, 那种经验, 其实就是寒斜入侵经验的情况, 嗯, 即是说, 如果我们叫病人, 用一些热水袋敷一下, 它又会舒服一点, 是的, 因为中医来说, 预寒即热脂, 寒即热脂, 所以有些情况, 譬如说, 因为风寒引起的痛症, 其实用一些热的东西, 譬如说一些热水袋, 或者热毛巾, 或者一些热的物件, 去呼呼幻处, 其实是有一个, 舒缓的作用, 是的, 拒寒液, 是的, 那么湿呢, 我们常常说, 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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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可以单独自己出现的, 以及可以加上其他风寒湿, 热等出现的, 是的, 那湿有什么特征呢? 湿的特征, 主要在入侵我们的身体里面, 会出现一种重重罪罪的感觉, 尤其是, 它容易出现在身体的低位, 低的位置, 即是脚也打不起, 是的, 腿的位置, 例如膝头, 脚跟的位置, 濕邪的原因, 的致病因素, 主要是潮湿的气候, 例如春天, 潮湿的环境, 近海, 住在近海的环境, 那些濕邪, 其实是由身体的关节里面, 会出现一些重罪性的疼痛, 我们治疗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干燥的方法, 因为我们喜欢来说, 濕质醋脂, 即是醋濕, 是醋濕的方法, 例如有些民间方法, 会用炒热的盐, 去呼呼, 挽住, 做一个醋濕的作用, 在这些情况之下, 对这些关节也有舒缓作用,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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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所说的, 这些跟关节有关, 但是, 跟我们中医, 其实临床上, 很多病人来的时候, 只是说痛, 会不会有时, 可能跟风湿性关节炎, 或者是内风湿关节炎, 这些有没有分别呢? 其实, 风湿性关节炎, 和内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 跟中医的风寒湿邪引起的痛症, 是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 亦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 在西医来说, 它的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是一种病菌引起的, 其实, 内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是身体自身免疫系统, 是一种失调引起的病病, 所以, 如果用西医的风湿性关节炎, 和内风湿性关节炎, 就不能够完全等同中医的风寒湿, 引起的, 关节痛症的相提并论, 不过, 治疗的时候, 可以参考西医的风湿性关节, 和内风湿性关节炎, 对中医做变症治疗的作用之后, 去医, 西医的风湿性关节炎, 它引起, 除了关节痛之外, 它也可能会引起身体其他, 系统性的问题, 例如, 心反会不会有问题, 这些, 如果内风湿性关节炎, 它一般都会参与一些, 小型的, 微小的关节, 手指, 脚趾, 肿痛, 变形, 这样, 在大关节里面, 就少见了一点, 比如说, 手腕, 手肘, 肩膀, 这些就少见了一点, 但中医的风湿性关节, 连小关节, 大关节都可以见到, 所以, 其实有些分别, 有些分别, 我又想问问, 刚才你说的, 热臂的情况, 其实, 我们经常说, 痛风,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痛风的特别是, 红肿热痛失功能, 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相似, 和热有关呢? 是的, 终于说, 如果提到的热臂, 其实, 和西医所见到的痛风, 情况都很相似, 因为痛风, 他在关节中, 出现一些炎症, 因为他尿酸的积聚, 在关节的圆祖属里面, 发生一些炎症, 进而出现一些, 又发热, 发红的现象, 其实, 他这个情况, 和西医的热臂, 其实很相似, 很相似, 他中医的理解, 就是因为人的身体里面, 吃了太多, 濕热积制的食物, 譬如说, 肉类, 其实他容易, 在我们身体里面, 产生一些, 濕热化毒的病理产物, 当这些, 濕热毒的病邪, 留住在我们的关节里面, 就会出现一些, 红种热痛的现象, 所以, 我们终于称之为热臂, 在这方面, 和西医的痛风, 其实都很相似, 都很相似, 很相似, 林医师有想问, 除了肉类, 是否会吃辣东西, 都会容易热臂的产生? 其实是的, 因为在中医来说, 其实热臂的病因, 不仅仅是吃肉那麽简单, 譬如说, 好似阿迪奇所说, 吃辣东西, 常常吃辣东西, 或者在一些, 燥热的工作环境, 或者生活环境中生活, 其实这些热臂, 都容易入侵我们身体的关节里面, 所以都会容易出现热臂的情况, 热臂的另一个情况, 就是譬如一些, 蛇虫鼠蚁, 蚊钉虫咬, 当这些蛇虫鼠蚁入侵, 侵犯我们的关节, 都会出现一些, 红肿热痛的现象, 所以这些情况, 都可以归入为, 中医里面的热臂的一个系统之一, 好似中医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的发病, 跟大自然文经有关, 跟大自然文经有关之后, 跟我们本身自身的身体, 有关的抵抗力, 有关之后, 但看上, 如果病人, 譬如说自己, 他不想看医生, 在家里, 发现了痛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提示, 这可能是跟风湿有关, 或者跟这些特别的急性病引起有关, 有没有病人可以自己知道一下呢? 首先, 病人, 他要有几件事要注意, 他平时应该要有一个行上的身体检查, 看看自己过往, 有没有风湿性或免疫系统的病, 如果他本身没有风湿性或免疫系统的病史, 当他出现一些, 刚才阿尔, 以师所说的那些, 因为天气引起的风湿骨痛, 其实他也不需要太担心, 像刚才所说的, 因为天气的潮湿引起关节痛, 可以用炒热的炎, 敷一敷, 关节舒缓我们的痛症, 或是因为寒邪入侵入身体的关节, 引起痛症, 可以用一些瘟热的物件, 敷一敷我们的痛处, 做一个舒缓作用, 所以一些轻的情况来说, 可以自我处理, 但如果他出现一些严重, 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 影响自己的活动, 就需要看医师, 林医师我想问, 刚才你所说的看医师, 从中医角度来看, 如果发生这些严症, 你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其实刚才提及, 因为中医的理解, 例如外因来说, 就是不外乎风寒湿的因素, 内因是不外乎, 肝腎不足, 根据辨证论治愈去处理, 例如风引起痛症, 除了做一些散风内服药, 可以做一些外用药, 例如驱风外用药, 例如姜蚕, 白芙, 那类驱风的药, 去外敷一些患处, 如果有寒症, 我们可以用一些瘟热的药, 例如一些生姜, 散寒的药, 敷一敷患处, 擦一擦去患处, 如果因为濕引起痛症, 去到一个情况, 严重到炒热的盐不能够醋濕的情况, 我们也用一些中药, 帮助她做一些醋濕的行为, 例如针灸, 对痛症的舒缓, 亦很有帮助, 特定手法的推拿, 亦可以舒缓痛症和恢复的运动功能, 这些情况应该是等病人出现一些运动障碍, 或者痛, 影响她日常生活, 才要做的, 但如果她不出现这些运动的情况, 一般她自行尿理都可以的, 自行尿理, 你常知道中国人, 碰到, 或者痛, 有空都可以擦一下油, 其实自己擦一下油, 可以吗? 其实这种是民间疗法, 一直沿用了很多年, 这种传统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社会, 其实是一个无龙的社会, 以及一个打猎, 卫生的社会, 往往通常出现一些奴损, 或者打猎中受伤的情况, 很多变成民间, 她会发明了很多自己, 应用的一些药方, 药酒, 其实我们看回这些情况, 其实如果她出现一些, 譬如说, 因为撞伤了, 撞伤了, 跌伤了的情况, 如果轻的情况来说, 她其实可以用来, 用这些药酒, 做一个按摩, 按摩, 舒缓一下, 但如果她在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譬如说扭傷, 咬柴, 如果她已经出现了, 内出, 譬如说一些, 印带拉伤, 美斯月馆爆裂的情况, 其实这些情况, 就不宜置行去处理, 因为如果在这些情况, 如果越出, 她的种情况, 就越严重, 就越严重, 而且可能有破坏的组织, 会越严重, 所以在这些情况, 必须由医师去处理, 即是说自己有时撞到, 那些时候, 有些人撞到, 就马上走, 越出越红, 越出越红, 其实这个区块, 应该也不太好,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好像说, 应该等她休息, 大概三、四个小时, 等她里面的乳血渗定了, 我们才要处理, 说了很多中医, 所谓的发病原因, 疾病的基理, 我们就想再带一些正题, 我知道林医师今天, 就说很多病症, 如何预防, 肩周炎, 没有口罩, 首先我们说一些比较普遍的, 肩周炎, 我们经常说50肩, 是否50岁才开始, 因为我好像还未发生, 我还未发生, 我敢恭喜医师, 知道你是林医师, 三十多岁, 应该有牌, 因为肩周炎来说, 一般来说, 好像医师所说, 为何叫50肩, 其实在50岁左右, 会容易多见, 所以在传统而来, 我都会叫这种情况, 叫50肩, 其实50肩, 正确名叫肩周炎, 除了叫50肩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名字, 譬如叫冬型肩, 这种情况, 为何会有50肩的情况出现, 主要是因为50肩是我们过往, 人出生到50岁左右的时候, 反复用肩关节去运动, 日积以来的劳损, 而引起一些劳损, 在50岁的时候, 肩腎开始不足, 这种伤痕的旧眼, 就开始复发出来, 便出现了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在这些情况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 我们肩周炎的预防, 其实有二十多点, 我们都需要注意, 刚才所说, 肩周炎是因为我们自出生以来, 到50岁左右, 是因为反复用我们的关节去运动, 而引起一些劳损, 所以我们平时都应该注意, 我们的劳逆结合, 我们要有定时的劳动, 让我们的关节有适当的活动, 但又不能够过分的运动, 所以亦都要在运动过后, 一个适当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要作息有罪, 不可以过分粗劳, 否则会积劳性质, 形成慢性的劳损, 在疼痛期间, 我们都要禁止, 不要弃重东西, 不要再运动关节, 我们让关节有充分时间休息, 另一方面, 我们要足够保暖, 不要让我们受伤关节, 受风寒湿入侵, 否则会更加严重, 当然, 另一方面, 譬如说, 我们关节已经受伤, 我们要尽量保护, 不要让它进一步受伤, 譬如说, 在人多地方, 我们不要迫进去, 否则会更加严重, 又容易整伤我们的关节, 第四, 就是注意谁知, 因为我们香港人, 有一部分喜欢側身份, 但当我们有肩周炎的时候, 在一边关节出现了通症的时候, 如果我们側身份, 还要夹住关节的时候, 气息会不通, 便会减慢了我们康复的准度, 是的, 是的, 第五, 另一方面, 就是说, 当我们真的有关经周炎的时候, 我们要康复之后, 我们要增值时间锻炼, 否则会出现我们的关节组织黏, 所以, 有几点我们都要注意, 刚才争取的所谓锻炼, 我见到有些, 我们都会叫病人去爬格仔, 或者摔摔, 其实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肩周炎, 他的病理性质, 其实是我们关节囊的无菌性的炎症, 但是这些炎症的渗出物, 其实当他一段时间之后, 会沉着在我们的关节, 和原组织里面, 必须要靠我们的运动和运动, 才不会令到炎症组织黏住我们的原组织, 即是等于, 在运动的时候, 那些气质推到血液, 他会養到根, 经络, 令他不会有机会出现这个情况, 是的, 所以刚才所说, 尔律师所说的, 爬格仔, 脱手, 这些动作是必要的, 嗯, 其实, 我们都说肩周炎, 当然, 我们每一次, 由小到大, 不断地勞选, 其实, 不做事就会好一点, 如果不做事, 也会出现一个, 因为不做事, 就会令我们, 关节小动动, 那小动动, 我们相关, 附近的肌肉, 就会萎缩, 噢, 萎缩, 就会引致另一些问题, 所以, 也是不应该不动的, 嗯, 当然, 我也是, 讲一下笑, 好像不动, 好像好一点, 那么, 上半个时间, 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半个月, 都会继续, 问多些, 林医师, 关于其他, 一些疾病的, 好像, 退化性关节炎, 就是, 碗管中核症, 那些, 下半个月回来, 我们再, 跟观众交代, 好, 回到下半个月的, 原来中医的时间, 那, 上半个时间,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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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不打网球? 网球我不会打, 壁球吧, 阁球吧, 我看会是不真相随的, 因此, 那可能给林医师说, 这是网球爪, 那么, 其实这个网球爪, 在哪个位置呢? 林医师 网球爪, 一般我们, 在中英 countsdrynot fall, 抓钝桿内上科研, 是, 震 Bran Er attacks, 是隄松院内上科研, 是我们的, 指手臂, apt happen Now, 是 外面, 我们看到的是, Daisy 我們在手上臂 掃進打掃後有一個凸的組結構 這是我們的外上科 例如有網球手的情況 這個位置會產生嚴症 有一個盧損性的嚴症 他就會發紅、發痛、發腫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便叫做網球手 網球手 打壁球有沒有影響 其實任何運動如果你過分反覆地用這個動作 其實都會出現網球爪 即是乳無球 什麼球都一樣 網球爪的發病機率是否跟其他中醫的痛症差不多 其實也是 網球爪最重要的發病機率是因為我們長期反覆使用我們的手肘 我們動動的時候不允許時間休息 動動的時候過分負重 過分用力的時候 我們的肌肉負著處和骨頭的負著處就會因為這樣而產生一個反覆長期的運動型的路線 所以這就是一個主要的病因 另一個病因就是因為我們運動完之後沒有去做一個好好的保護 在中醫來說一些瘋狂濕邪的病理因素入侵我們的關節 亦都會出現一些發炎的現象 因為當我們長期用某個關節的時候 其實關節的氣血會比較差 變成它抵抗外邪的功能會比較差 變成它這個關節會相對容易受到外邪入侵 運動完之後其實都要補亂 因為我見到打完NBA的球員 上去椅子也找件衣服擺一擺 其實都擔心有冷氣的時候 運動完之後的毛孔疏鬆 怕寒邪入侵也是其中一個原理 是的 剛才你說網球抓 其實有沒有年齡 通常耗發的時候 除了年齡打網球 職員網球越多 年齡大會不會自己都會痛 一般來說 年齡固然會經常發 但在中路年的病人都見不少 這個情況主要不是因為長期運動 防風流線引起 這是因為它本身年紀大了 肝腎不足 筋骨脆弱引起 但是當它肝腎不足 筋骨脆弱的情況下 它沒有適當運用手肘的關節 沒有遵守正確的工作位置 它在這個情況 都會容易出現一個網球抓的現象 是的 我知道以前網球抓 都是有先人滿意 其實現在都普遍了 不過網球抓之餘 高爾夫球抓好像剛剛對稱 在一個上一個下面 是的 一個外面的裡面 高爾夫球抓其實重複 哪一種動作容易引起它痛 例如打高爾夫球 如果你的手肘 內部是經常用力的 對 前臂赤方用力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個高爾夫球手 那樣的情況 因為我知道以前有個名字 叫抗公爪 有人經常掘抗 掘得多的時候就會痛 其實兩種情況 在中醫來說 如何去幫它醫治 一般來說 如果它出現一些 反復 勞損性的創傷的時候 我們都會 跟它行起活血 跟它做一個消炎止痛 做一些針灸方面的 理根 止痛的治療 那推拿 譬如說 還有一些伏位的治療 都需要做的 那推拿除了伏位之外 跟它恢復它的運動功能 都很重要 跟它做一些鼻動屈伸 一些拉筋的動作 舒緩筋骨的疼痛 亦都很重要 但是治療力 是一方面的方法 但是預防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都很強調 其實網球手在預防 其實都很重要 那林醫師 我想請問你 經常強調預防 是怎樣去預防 如果我又要做這個運動 那我做些什麼 你知道家庭主婦 都是閃的 抽十幾個產花棋 那些實痛 沒有人幫忙 首先預防 其實嚴師的例子很好 譬如說 好像這些家庭主婦 經常要拿很重的東西 其實要預防 首先我們要知道自己能夠 關節裡面 承受的重量有多少 首先不要過重去拿一些東西 拿一些物件 第二 譬如說要拿重的時候 我們要看看可不可以 找些工具幫忙 譬如說除了用手拿 可不可以用手推車 或者可以用拉的方法 所以不需要用手 拉傷自己的手 其實拉的時候 都會用到某個力量 方向 其實都只不過是減少 那個痛楚的出現 和勞損 其實都一樣會有這樣的出現 所以要視乎自己能夠承受的負擔重量 才可以 除了譬如說 對家庭主婦日常的家務以外 例如運動的情況 很多年輕人喜歡運動 運動之前 例如打網球 壁球 羽毛球 之前要做適當的熱身運動 讓自己的關節足夠的柔軟度 運動時 就不會突然間因為法力 而拉傷了你的肌肉 除了熱身運動之外 運動完之後 就像剛才姚醫師所說 其實我們關節的保護都很重要 譬如說我們運動期間 可以帶一些戶爭的東西固定 讓我們的手爭關節 有一個適當的承托和保護 運動完之後 也會穿長袖衫 毛巾 讓我們的關節 沒有讓他們入侵風寒汗 這些其實都很簡單 但我們往往都是忽略的動作 是 你說預防 其實有些人我怕死些 我做完運動之後 可不可以洗澡涼之後 馬上去找些東西 馬上查他 沒有事也查他行不行 如果沒有事的時候 就不需要查 因為我們不知道 你查一些藥品 那些性質是甚麼 一般來說 可能太過通透 活絡的時候 對於身體也不好 是的 因為太過活絡的時候 我們容易發紅發腫 容易敏感 這樣也不是一個好現象 林醫師我想請問 會否有些人 經常濕水 有些工作可能要洗碗 或者經常濕手 容易有這種關節痛 或者風疾痛 其實是會的 因為剛才第一節提過 譬如潮濕環境 譬如有些人住在海邊 或者春天 潮濕季節 或者職業的性質力 需要接觸水 或者遊泳教練 對遊泳教練 接觸水 容易出現 一些因為濕邪引起的關節筒 譬如當濕邪入了他的手肘 確實容易出現一些網球手現象 在這些情況 其實他要做一些預防措施 譬如如果他真的需要經常接觸水 看看他的身體位置 譬如手肘可否有東西適當的遮蓋 讓他不要經常接觸水 如果沒有辦法預防 一定要接觸的時候 他身體內自身的預防也很重要 譬如平時吃小食一些濕製 糯米、榴槤等 小食一些 或者他放空之後 可以做一些熱膚 做一些舒緩的東西 讓他的寒邪透過寒液 帶出身體外 這些都可以幫助他們 如果你說是游泳教練 他不只是手肘的問題 他全身都會濕 他連膝頭的關節 周圍都會有這個問題 嚴症發生 是嗎 是 所以對於這類工作的人士來說 他身體要保持健康的身體 就是小食一些濕細的東西 還有他真的 譬如說 來不來應該接觸多些太陽光的東西 陽光的東西 陽光的東西 讓他身體的濕氣 隨著多些的陽 身體多些的陽氣 排走他身體外面 譬如說 有空可以曬太陽 去焗一下磋磋 這樣 這個都可以幫助他 你按得不錯 我也想有空可以 沙麻 對 還有按摩 按摩也可以 林醫師 你也提到 碗管觸合症 碗管觸合症是甚麼 碗管觸合症 主要是因為我們手碗 其實有幾塊 我們手碗有幾塊骨 骨中間構成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裏面有我們的正中神經通過 其實這幾個骨形成的通道 手碗的幾個骨形成的通道 就叫碗管 當碗管 反覆屈身碗管 或者長期使用碗管子的時候 我們的碗管出現一些 嚴症和水腫 當這些嚴症和水腫發生到某程度 壓迫到我們的正中神經之後 就會出現碗管觸合症的現象 例如有手麻痺 手會武力等 這些情況 就是碗管觸合症的徵狀 這些多數發生在甚麼職業的人士 碗管觸合症一般都會容易發生在電腦的使用者身上 Daisy媽媽 對 慢慢玩遊戲 對 對 關著玩遊戲機 對 對 對 是因為 譬如說 他長期固定 他的手腕是一個位置 或者他長期移動 某個反覆的動作 打字 重複某個動作 移動他的碗管子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電腦和電腦相關的職業 其實最容易出現 最容易出現 可能有些病人未必喜歡這種治療 在這種情況下 他必須選擇一些保守性的治療 即是我們中醫 用針灸 推拿 這些方法 其實效果應該也很明顯 其實效果也很明顯 因為對很多病人來說 因為他患工集合症 只不過是裡面發生一些無菌性的炎症 和水腫 我們只需要通過中醫的消炎止痛 和泥水的手法和治療方法 一樣起到一個舒筋沒落 和行秘止痛的效果 所以很多病人都不需要去做手術 很嚴重 你提到每關綜合症 跟另一個名字叫健壽炎 有沒有相似 病理性質都很相似 都是因為長期反覆使用某個動作 或某個關節 引起了他的通道的狹窄 但健壽炎的位置 一般會出現在我們的手指和指張關節 他的性質就是因為長期屈伸我們的手指 即是打iPad 玩電話等 都會出現 對 你小心點留意一下 對 因為他的手指的引帶 在腱窄裏面反覆磨擦 引起了一些炎症和水腫 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的治療都和我們的碗股組合症 相似 對 和泥水消腫為主 是 但我們平時預防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什麼動作可以移動一下 例如用手捏下部位 按些穴位 對 其實碗股組合症 因為他的病理情況 是因為他的碗股收窄了 是 其實我們可以鬆解我們手腕的相關骨 增大了碗管的空間 一樣可以舒緩到我們的治療症 例如在我們的手腕裏做一些按壓 我們叫按壓 在我們按壓下增加了我們的手腕的空間 都可以治療到這個病 嗯 好 然後 我又知道你會介紹一下 這個退化性的失關節炎 這個究竟是什麼 其實退化性的失關節炎 我們聽進去的名字很深 很深 很經常出現 尤其是膝蓋 對 就是膝蓋 其實就是我們膝蓋裡的半月板退化 是 其實很多老人家都出現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的病因是什麼 就是年紀大了 肝腎不足 筋骨脆弱 半月板屬於我們的軟軸跡之一 是 它屬於肝和腎都可以有關係 是 當我們的肝腎不足 半月板也會失氧 會變得越來越薄 當半月板越來越薄的時候 我們的膝頭的頸骨和骨骨 就會互相磨擦 尤其是走樓梯 上樓梯的時候容易磨擦 而產生痛症 所以這種情況叫做褪化性的膝蓋 褪化性 如果有些人過重的人會不會出現 例如幾百磅 因為你的身體受壓摘去的時候 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另一個原因 就像姚醫師所說 身體過重的人 都會容易出現褪化性膝蓋 在我們的經驗當中 其實都會見到很多身體過重的人 其實他未需要去到中年過後 膝蓋都會出現退化 這些情況是因為他的身體上身過重 他的膝蓋不能承受到他上身的壓力 引起一個壓力性的退化 所以這些情況 我們除了醫治膝蓋之外 幫他減輕體重也很重要 是的 其實關於膝蓋之外 你知道我們有時看廣告 有一個廣告說 突然間 原來你有膝蓋之痛 他又介紹要吃一些膠質的食物 膠質的食物是否真的可以補充呢 其實在中醫和中藥來說 有些膠質的食物 確實都能起到一些修補軟骨的狀態 有些膠質類多的藥物 例如六角膠 龜的膠 這些很多膠質 其實都適合修補它的磨損 對 修補我們的磨舌 花膠可以嗎 花膠也可以 但花膠一般來說 屬於一些食物 就有些不同 但它可以做一個食療保健作用 但這個也有少許留意 如果腸胃一般的 整個磨肚 就少了 因為吃下去會黏黏的 變得更加消化不了 所以在這些情況 一般都需要精神中醫師的意見 在中醫師的指導下 成為最安全 是 林醫師我想請問 這個退化性膝關節炎 通常是一些 可能經常跑步的人 會不會特別容易 即使他們年輕人 其實經常跑步的人 都容易出現 譬如在我們的觀察當中 其實一些運動員 跑步運動員 田徑運動員 甚至經常行山的人 都容易出現 退化性膝關節炎 所以對於一些 經常反覆使用膝頭的動作 或是工作 或是運動的人 其實他們都需要 調節每天的運動量 要減輕他們的運動量 才能夠做一個 根本性的預防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問題 剛才講的是食療 其實鞋有沒有幫助呢 有沒有鞋穿上去時 可以卸掉一些力量 一般都有 譬如說我們一般穿的運動鞋 我見到現在幾新潮 我們蛋糕也很多寸 那些行不行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的鞋 那些更容易扭傷 蛋糕幾寸 蛋糕如果過高當然容易扭傷 因為我們人的重量 我們人也有個高度 但如果他的鞋墊太高 我們人容易失去重心 因為這些情況容易扭傷 所以他的鞋要高度適中 但他的鞋墊也要軟行適中 他不會走路時 有個適當的承托 射了一些力量 他會射了他的身體的重量 會減輕膝頭的負擔 可以 講起這個膝關節炎 我知道有一件事 跟他很接近 就是十字印帶的斷裂 都是膝頭過 其實這個分別有沒有特別 分別 痛過的情況有沒有不同 或者會不會十字印帶斷了 他的腳會不會走路 有分別嗎 其實是有的 雖然他的部位很相近 但是 退化性膝關節炎 他的痛和十字印帶痛是不同的 十字印帶痛是來得很突然的 撕裂的感覺 撕裂的感覺 而且來得很突然 而且他痛之前 會很明顯聽到撲一聲 聽到撲一聲 聽到撲一聲 而且他會在24小時內 他會迅速膨脹腫 膝頭過 而且動的時候會異常鬆動 膝頭過 就像剛才研究先生所說 他的腳不容易搖來搖去 這情況就是十字印帶斷裂的情況 如果十字印帶斷裂了 不發覺 不及時修補 繼續做劇力運動 他就會將一步容易引起 我們半月版的目視 在這些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一個永久的損傷 十字印帶其實有多少條 好像前面有一條 後面有兩條 旁邊有兩條 十字印帶其實是以前十字印帶 和後十字印帶的組成 那條十字印帶 哪條比較容易斷 其實是後十字印帶容易斷 為何會斷十字印帶 主要是因為 他一來運動 我們運動沒有熱身 沒有熱身去做運動 二來運動的時候 他過度去做一些扭旋性的活動 譬如踢球容易扭球 即是打高熱呼球的人 即是左腳會重心的時候 都容易扭傷 是的 譬如打高熱呼球 他揮乾的時候 他是扭身的 扭身的 如果他沒有一個適當的熱身運動 他的筋是很硬的 如果他再扭一扭就會肉斷 所以必須要做一個熱身運動 是 講到膝蓋及印帶 我知道很多人很容易弄傷 就是那個懷關節 懷關節很容易扭傷 為何那麼容易扭傷 其實懷關節容易扭傷 主要是因為我們懷關節的先天性結構 是 是 其實他容易是 他是比較耐煩一點 是 他是斜向內 是 關節便是斜向內 所以他容易扭傷 那麼我們 如何預防我們懷關節扭傷 其實我們 譬如說做運動 打籃球 踢球少 可以先做熱身運動 即是先鬆動我們的關節 如果是打籃球的朋友 其實應該穿一些高筒的褲子 會弄到腳眼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扭傷 二來就是 運動時可以留意身邊的情況 譬如說 尤其是由跳高到地下 不要踩到人的腳 通常一踩到腳 其實又會扭傷 有時候耐翻 對 變成要多些留意身邊的情況 以及做熱身運動 林醫師 講到那麼多樣常見的 所謂扭傷 炎症 但整體上 我們平時如何調理 你所說 食的食物食得好些 有些膠質的食物食得好些 湯水有甚麼可以特別煲 有些 Daisy說是吃花膠 Daisy經常吃花膠 膠質的食物 有這些可以煲湯水 其實市面上 有些民間的湯水 我們都可以經常吃 譬如一些杞子 加一些桑企生的茶 桑企生補肝腎 就是補肝腎為主 其實在這些甜品 或者茶類 確實對我們肝腎 起了一個很好的補足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煲一些補肝 譬如說補肝腎 道仲、逐斷等 都可以幫助我們 對 這一類的食療都可以幫助我們 當然這些食療 我們在進食之前 都需要精神醫師 即是看體質 以及我們中醫講的 都是辯證論治 不是說那個人可以吃 一定適合吃 林醫師 我想請問 除了一些症癌 如果去濕 是否會好 幫我們平時的湯水 去濕 因為濕 都會引起我們關節的痛症 所以去濕 除了我們日常生活 要吃清淡以外 不要吃那麼多濕製的食物 去濕的 例如復齡 二米 這些 可以幫助我們去濕 所以有空可以煲一下 一些復齡 或二米成品的湯水 去濕 都會有利 是 是 林醫師今天講了 再長短一點 講不同的痛症 或者嚴症 如果各位觀眾 你們有興趣 想知道多些 你可以寫信給我們 林醫師可以講多些 今天的節目大概差不多了 下次回來 我們又請林醫師說 其他事情好嗎 好 bullets 離HY 請 鬼 來了 yield